提起刘德华在90年代的时候可是无数女人心目中的男神呢 有钱帅气人缘还十分好 就连后来结婚了大家还都不晓得 刘德华年轻时真的不是一般的帅呀 不过现在的他虽然时间在流逝 但是他也好像没有多大变化呢 作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 在电视电影音乐等方面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代表作 但是华哥如今也娶妻生子了也过得很幸福 可是谁能想到他当年也是借过钱的人 说到向华强可能我们圈外的人不清楚 但是在娱乐圈内向华强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而且向华强和刘德华这种大人物也是关系非常好 说到这儿就要说说当年的事情了 当年的香港娱乐圈可是十分的乱 黑社会当道 艺人们被各种欺压 在卢友约中据向太说 当时刘德华就深受黑社会的欺负 然后资金周转不过来 当时他向向华强借钱 向华强一借就是四千万 那现在四千万也是很大的数目 更好看在当时呢 向华强这是有多仗义才能拿出这么多钱借给刘德华 帮他解决危机啊 在娱乐圈他还帮助过很多人 其实每个人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 虽然也许他并不需要回报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的 你帮助我 我也会拼尽全力的帮助你 王勇你怎么看呢